今天來做一道越式傳統主食 生炒糯米飯 首先將長糯米用開水浸泡30分鐘 期間不時攪拌以便受熱均勻 洗淨沥乾後加入一勺勺油拌勻 接下來將 熬油 生抽 老抽 調和成醬汁 廣式臘腸 臘肉切丁 乾香菇泡發後去蒂 切小粒 香菇水備用 泡軟後的蝦米用手撕碎 熱鍋下豬油 放入臘腸 臘肉丁 小火煸炒出油 再加入香菇和蝦米煸出香味 然後倒入糯米 保持中火不斷翻炒 一直炒到米粒均勻沾過油脂 加入兩勺左右的泡菇水 繼續翻炒至糯米水分變乾 再次加入泡菇水 如此重複兩到三次 直到糯米成透明狀 變軟糯粘稠後 加入調和好的醬汁 翻炒均勻上色 最後撒上蔥花 生炒糯米飯就做好了 油光飽滿 粒粒分明 辣香搭配 做生炒糯米飯就做好了 有紀念